嗨,大家好,我是Dr. Kang,蓝海医师 很开心我们今天要来进行麒麟药探讨的第二部 就是赛洛西斌 那其实这个物质它是在迷幻蘑菇里面 会造成就是有麒麟成分的这个主要的活性物质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 那其实在全世界各地已经有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口 有某种精神疾病 那各种精神疾病的耗发率也正快速攀升中 无论是焦虑症、忧郁症、自杀倾向或者是成瘾疾患等等 那针对这边的话我们就开始会讨论 迷幻蘑菇在这些精神疾病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治疗效果 那至少在2010年就有一篇研究 它是针对癌症末期的病人 那给予高剂量的散热疾病之后 让他们对死亡不会再那么恐惧 而且有时候只靠着一次两次的高剂量的疗程 有一位肿瘤科医师就表示 许多癌症它不只是身体病痛的折磨 而更是心理层面 层面对死亡加速靠近的那种压力 有时候是更加痛苦 所以其实上一个影片我们在讲有关LSD 也有做过类似的实验 就是给癌症末期引领死亡的病人 高剂量的LSD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也是有很类似的效果 所以这虽然是不同的物质 可是它们带来的麒麟的效果 有时候其实是没有差异那么大 那其中一个受试者就是 在给予高剂量的Cellocibin的时候 在影片中他就解释说 他先感觉到有一股温暖的音乐 从他手指间开始展开 然后接下来他可以感受到祖先的婚礼 还有自己的婚礼 不过后来他被一个黑暗笼罩住 然后虽然是很恐惧的一个状况 可是他可以就是面对这个黑暗 然后投身进去 然后进而他再想起就是十几年前 他曾经有过一次流产 这可能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生命很大的创伤 而这个已经被埋藏许久的痛苦回忆 就是反而给他一个重新的一个提醒 那他本身有宗教信仰 所以他就看到圣母玛利亚 跟他说他的孩子现在很平安 正在他的照顾下 那也是透过这样子的 你要说他是幻觉 还是说他在这个麒麟的过程中 他感知到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历程 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让他心理层面可以放下很多 所以其实在受视者透过麒麟的过程 他们普遍都还是可以感受到自身的存在 然后还有一个更高维度和各种人 事物或者是你要说灵 产生一个连结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玄的一个神秘体验 可是很多人在经历过这样子的体验过后 很多他们过去的创伤啊 精神疾病等等 都有很根本性的改善 那所以其实麒麟那的研究 就是要再将科学和神秘体验去做一个连结 这个表面上听起来其实蛮相冲突 因为科学就是数字就是一板一眼 所以灵性啊神秘体验啊 或者是在脑中发生的事情 很难用科学的语绘去把它表达出来 不过在1963到1977年这段时间 马里兰州的精神科一个精神科学研究中心 蛮著名的叫Spring Groove这个地方 他就曾针对就是Selocytin 对癌症病人的正面影响去做研究 那刚刚讲到他就是可以发现大多数病人可以不再对死亡恐惧 那反而产生的是一种好奇 然后不用再那么焦虑的度过每一天 他们大部分的感受就是 Everything's okay It's gonna end well I've been there before 也就是说万事都是会很平顺的 那这一切的旅程的终点并不是死亡 死亡可能只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那生命还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继续延续下去 那在尼克宗总统发起的反毒战争后 即便针对这些企临药 不管是LSD、塞洛西兵、蘑菇 一起都被打入一起管制物质 也就是毫无医疗价值 成瘾性、滥用性都高的这个族群里面 那这就是又是很矛盾的一个状态 那刚刚讲的这个Spring Groove 精神医学研究中心 也是在这之后被迫关起来 然后终止他们很突破性 很有潜力的这些研究 那我们再回到更早一点点的有关蘑菇的历史 那其实早在400年前 当时西班牙人统治现在的墨西哥 还有整个南美洲 他们就曾禁止过瓶幻蘑菇 那当时的原住民称他为神的血肉 不过天主教的这个西班牙人 他们的统治者就对此极为排斥 因为某种程度上透过蘑菇 这些传统的原住民 他们声称就可以直接看到神 可是在天主教的教派里面 你是要透过一个媒介 你是要通过主教等等 然后他们的开导 你才有机会听到神的教训 所以这种对他们宗教有极大威胁的精神活性物质 就被禁止 而且是被强烈的打压 那蘑菇的这种宗教使用 在当地也变成是地下化的一个状况 那即便现在墨西哥政府虽然仍然是禁止 不过警察普遍不太会对就是 使用蘑菇的这些原住民去施加刑罚 那Kurandela 这个当地原住民用来称呼他们 用蘑菇去治疗人民的这个巫师 那这个历史已经超过了上千年 那在西方世界是怎么接触到蘑菇的呢 那就是有这一号人物他叫Gordon Walser 那他是一位就是纽约JP Morgan的银行家 非常有钱 在镇商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业余的蘑菇爱好者 那他的太太同时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们两个人一起去了很多趟墨西哥 那就是希望找到还在使用迷幻蘑菇的这个原住民族群 那Walser在1955年6月底的时候 就到了墨西哥当地也使用了蘑菇 进行了一次旅程 他看到了非常伟大的建筑 然后还有很鲜明的历史 在他眼前闪过 然后还有体验到从未体验过的喜乐 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 发布在当时美国最大的杂志live上面 那这是1957年 那这个她太太后来写的文章 也是广泛的被全国的报纸传播 所以当时在这个5060年代 其实是好几千万人都有接触到蘑菇的这个讯息 那Walser后来就是更进一步跟了LSD的发明者 就是霍夫曼博士杰恰 那他寄了一些蘑菇给在瑞士的霍夫曼 那霍夫曼他也成功的从蘑菇里面分离出塞洛西斌 塞洛西斌这个活性成分 然后1962年他就跟Walser就带着霍夫曼一起到墨西哥 那他们把这个提炼出来的塞洛西斌给 刚刚讲的那些巫师 Curlandera 试用 那这些巫师也表示说 这个药丸提炼出来的塞洛西斌 和他们直接使用蘑菇是产生一样的体验 那这某种程度上也是证明了塞洛西斌就是 造成迷幻蘑菇有这个疗效的主要活性成分 那Walser当然在后续也写了四本相关有关蘑菇的书籍 不过事情当然也是有了不理想的变化 所以当地的那个墨西哥当地的 Curlandera的一个长者阿嬷叫Maria Sabina 她就被怪罪说开始有大量的白人 不管是嬉皮或者是里克 来当地掠夺蘑菇 而且非常不尊重当地的文化 这个也看得出来就是在原住民好有传统的文化 为什么他们不太愿意去跟西方世界去做 你说共享也好 这个就是因为过去有太多就是被西方世界搞砸的情况 所以这个跟最近上映的那个黑豹的那个影片也是一样 Wakanda为什么不会把Liberium那个重贵金属去跟全世界分享也是一样 因为在没有那样子的文化脉络之下 很容易会不去重视或者是尊重这个物质它的强大的力量 那就近了可能会产生滥用的问题 那我们再回到现代 就是Paul Stamets 这个是一个蘑菇界的传奇人物 他完全是自学 不过他一个人就发现了就是含有Cylocibin的四个新品种的蘑菇 那在其实生物的分类学上 就是他们这个鼠叫做Cylocibin 那它其实就是裸钙菇鼠 这裸钙菇鼠有高达120多种的品种 那其实在他们的驯钙和驯杆上都有分布Cylocibin这个活性成分在 其实台湾也有那个裸钙菇鼠的蘑菇 就之前新闻也有报导过 就是肯定有出现在牛粪上面长出来的一些小小的菇 其实有些就是裸钙菇鼠的蘑菇 不过因为其实它的分 它很难就是对于不是专家的人很容易会判别错误 所以其实你说要再直接找到裸钙菇鼠的蘑菇 然后安全的吃下去 其实是对一般人来讲是有一定的难度和危险性 那Paul他自己的体验 就是他第一次使用蘑菇的体验是 他觉得空气变得跟水一样 周遭每个分子都在鼓动着 有非常美妙的几何图案和颜色等等 那突然也会产生一种巨大意识的连结 那他认为就是人类其实就是都是大自然的植物 那蘑菇还有它产生的这些菌丝 其实就有点象征着大自然跟人类重新的连结 那透过蘑菇的体验 他也觉得能够突破平常受限的世界观 那这边就很推荐在Netflix上面有一个纪录片是2019年 那他的中文是美妙训菇 英文是fantastic fungi 那他就针对Cylocybin还有迷幻蘑菇有很深入的探讨 那Paul Stamets在这个影片里面有更多的暴露 所以这部影片我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那我就回到1970年代 它其实就是一个充满了混沌和猜忌的时期 因为这些企民调全部都被打入大牢 不过人们也开始有一些反动 就是举例而言在1978年就有一群学者不为政府的威权 他们就开了第一届的迷幻蘑菇大会 那让这些研究走入地下的研究也好 或者是使用的经验也好 不要就此就是产生断层 那1997年就开始有一些研究又再度复苏 那很有名的John Hopkins 他们就有一位研究者叫Roland Griffiths 那他是在精神药物动力学上的一个专家 那他从来没有尝 他就是给一些从来没有尝试过蘑菇的人 高剂量的Cylocybin 那也同时也是有大概三成的人 认为他们是一生中最有体验的精神经验 那这个跟LSD也是一样 LSD某一次的实验他们是有高达七成的 那不过在这个实验里面他大概是三成左右 其实也是很高的 十个人里面的三个人认为这是他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体验之一 那至于神秘体验这个要怎么量化 其实就有一个两表叫The Mystical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它就是神秘体验的问卷 那填完以后分数越高 它后续带来的正向改变越加明显 那其实在寿司的个案里面 他们后续仍然会有一些忧郁或焦虑之前有的状况 可是他在面对那样子的情绪的时候 通常会有一种就是这一切都会变好 或者说这其实都是整个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所以他们都是有看透这样的视野 那接下来这边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生硬 可是对于我们理解就是麒麟药怎么在脑中作用还蛮重要 那有一个东西叫做The Default Mode Network 简称DMN 那中文就是预设回路模式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会讲DMN 那他是其实在脑部掌管有关自我 或者是对自我的假设的一个很高阶功能 那在脑部其实分布的范围很广泛 他没有特别集中在说 额页还是整页还是特别的一个区域 他是广泛分布在很多个脑部的一个高阶的神经功能 那因为就是DMN的这个特性 麒麟药其实在使用之下他很容易会被解离或者是被压制下来 那DMN他通常是在什么时候会被启发呢 他其实反而是在我们在放空的时候 或者是在发呆的时候 他会比较活跃 当我们在专注在做一些事情 比方说看影片或者是说写功课 或者是专注在我们的专注力是在某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DMN他通常是活动是比较低下的 那所以就是当我们人是在比较 没有在特别思考某件事情的时候 DMN都会被启发 那其实DMN被启发如果是太超过的话 又不好 就是他过度强化的状况下 因为刚刚讲的DMN他是就是解读自我的记忆 还有为什么我们就是自我的这个深层会出现 那有时候他太过强化的情形的时候 他就会造成一些封闭的思考 或者是一些太过强化的思绪 比较钻牛角尖的这种状况下 那麒麟药他的好处就是在高机量的状况下 他有办法去打破这样子太刚性的一个回路 那不过其实自我解离 在一般的精神医学当中是一种不太乐见的症状 他是在可能是某些等于说思觉失调 还是说一些其他的精神疾患上面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 可是在解读药如果是在有剂样的控制之下 他等于是短时间内的一个自我解离 或者是ego dissolve 就是自我溶解这样子 那这个如果在有控制的状况下 他是有助于去创新 和提供你一个看待事物一个新的角度 然后可能可以脱离原本被限制住的这个可久 所以像是很多精神疾病 像是强迫症 OCD 厌食症 成瘾 焦虑 忧虑 这个在精神医学里面他的量表里面 他都是偏向比较僵化或者是比较当性思考的一个疾病 那其实都是大脑他为了要去做一个保护的动作 所以你的这个DMM9时候就会被过度启发 那麒麟药他的价值就是在有办法可能可以断开这些回路 让你的脑可以再重新做一些连结 那就是有一个曾经参与耶鲁大学 针对OCD就是强迫症的病人 他们给予很高尽量的Cylocibin去做了研究 那他自己的回忆他的这个里程就非常的有趣 那一开始是先感觉自己在坠落 那后来他就想到以前的一个朋友就是他们 那个朋友他意外衰落死亡 所以他在跟他朋友坠落的过程中他也体验到一次死亡 那他化身成泥土然后再长成一棵树 然后又在经历了自己的童年和生命的重大事件 像是自己的儿子的出生 那接下来这个高剂量的赛洛西斌治疗后 他接下来几个礼拜他原先的很多强迫性的行为 他就觉得变得无关紧要而且能够持续的进步 那这疗程对他而言就是还给他一个新的人生 那我们这个赛洛西斌的内容也是从改变你的意识 Netflix上面影集上面揭露下来的内容 那希望大家也是可能会对就是蘑菇这一块 会有一些新的任职 那这真的就是只是一个开端 因为这个影片在这短时间内大概只能就是涵盖到他的一些历史 还有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实验 那其实赛洛西斌现在已经在美国的学术研究上面 已经算进展非常快速 在总共药物的研发有四期的临床试验 他已经进入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那也是针对就是接近死亡的病人这一块 他有很明显然后很很不错的疗效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他很有可能成为FDA 和可的第一个就是麒麟药的疗程这样子 那在接下来的影片我们会再进入MDMA MDMA虽然他不是就是传统认为的麒麟药 不过他在整个被禁止的脉络 还有潜在MDMA的疗程也是有很多很有趣的知识 那欢迎大家再来一起收看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 拜拜 对这个图片是就是蘑菇被干燥以后的样子 那实际上你可以把它泡成茶喝啊 直接食用都是可以 不过在台湾所有的这些讲到的LSD 蘑菇MDMA然后还有仙人掌 一样全部都还是非法的 所以跟大马一样 就是我们都是先吸收多一点知识 那去影响周遭的人 那或者是有朝一日 我们就是到合法的地方去使用 这就是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就先到此为止 拜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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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